我们这节课来讲一个吉他扫弦里边最最常见的节奏型 也就是这个 或者 这两个节奏型的区别不大 仅有的那点区别就在第一拍上 我们来看这张图 前面就是我第一种扫弦 后面就是第二种 他们从第二拍开始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拍的时候 扫一下或者扫两下 这里边还需要明确一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拍了 音乐不是拿几秒几秒来算速度的 他是以拍了 这个拍了呢 当我们自己弹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随便给他定个速度 当多人弹的时候 你比如说乐队 好几个乐手共同弹一首歌 或者共同伴奏一首歌 他需要一个固定的速度 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弹奏这首歌的时候 有一个人一般都是架子鼓 用鼓唇 给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这个速度 具体是多少 也没人去计算他 有的乐谱呢 他给你写着一分钟多少拍 你比如说一分钟90拍 一分钟是88拍 那只是个建议 他每次和每次演出的速度 都是有出入的 只要他是现场演出 是真人给他伴奏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自己弹吉他的时候呢 你喜欢多快的速度 或者多慢的速度 由你来定 这个没有对错之分 也许你的版本比他那个版本还火呢 音乐就是这样 我们在弹唱一首歌之前 先在心里 给这首歌设定好 你心目中的速度 然后你再按照他 恒定的去演奏他 什么叫恒定啊 就是从头到尾 都是这个速度 这样才给人听着好听 如果你这速度来回换 会给人的感觉上不来气那个感觉 别人听着也难受 因为当你唱的好的时候 听众们会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他的呼吸 他的心跳都会跟着你这个节奏带着走 当你不稳定了 他就听着难受了 我们来讲一下这两个节奏型 第一拍的区别就是扫一下和扫两下的区别 那什么时候扫一下 什么时候扫两下呢 你自己说了算 其实好多乐手 他这个乐谱上可能标的是第一种 也可能标的是第二种 或者两种都标 他扫的时候是很随意的 也许是第一种 也许是第二种 不一定都按谱上来 谱上只是为了让你看着整齐 一般我们都怎么去选择到底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的拨片扫着扫着歪了 然后我就选用第一种节奏型 我在谈完那一下子 因为一下的时候那一拍时间不是长吗 手有空闲的时间 用中指顶一下拨片 原来它是歪的 你比如说这样了 我就给它拽回来 如果它已经成这样了 我就往前推一下 用中指推一下 它就回来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根据这首歌的感情色彩 唱到这一句呢 我觉得应该紧张一点 好听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扫两下 它在节奏上就给人一种密集的感觉 听得就比较紧张 来我们说第二拍 第二拍就是下下上 前八后十六 前边是个八分音符 后边是两个十六分音符 两个十六分音符所占用的时间 在后半拍 它等于前半拍的那个八分音符 也就是前半拍一下 后半拍两个下 这前半拍的时候呢 它是中音 我们四四拍的节奏应该是强弱 次强弱 说的是这个四拍的强弱关系 四四拍呢 就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 它的强强弱在第一拍和第三拍 那么我们现在学这两个节奏型 它是反重拍的节奏型 第二拍的第一下 重音 重音什么意思呀 就是你从根音开始扫 尽量扫多的弦 并且你的右手加上转手腕 把这个重音迅速的扫下去 我们以前说过 扫弦千万不能挥动小臂 一定是甩手腕往下甩 同时转动连甩再转 目的就是让它迅速的从琴弦上掠过 减少拨片或者你的手指头 跟琴弦的接触时间 接触时间越短 听着声音越饱满越整齐 音量也就越大 第二拍的后半拍 那两个下上 我们扫细弦就可以了 一二三弦或者一二三四弦都可以 你扫二三四弦也可以 这两个是弱拍 我们把拨片就要捏松一点 我来示范一下第二拍 第三拍是关键 第三拍和第二拍的节奏相反 它是前十六后八 前十六的时候呢 我们扫细弦 下上 后半拍的八分音符扫弦 我们扫的是粗弦 说到这儿呢 我们注意一下 所有的乐谱 表达这个节奏型的时候 表达的都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它只是为了让你看着整齐 那么这一拍整个没有重音 全是弱音 下上下 也就是说我们都不能用力 第四拍和第二拍完全一样 就不多说了 下下上 重音和弱音的安排也是一样 前半拍重音 后半拍弱音 我们把这个扫弦连起来呢 我按第一种弦扫一遍 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 只要我们注意第三拍的后半拍是扫粗弦 这个节奏型你基本上就扫对了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把第一拍加以改变 把它变成扫两下 就成了第二种扫弦了 下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下下上 今天我们这节课准备介绍的歌曲是蓝莲花 许巍的歌曲里边大量的用这两个节奏型 弹唱这首歌 首先你先要把这两个节奏型 扫的特别的熟才行 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练 刚一开始我们扫 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 它是粗多细细细细 粗多细细 我说多的地方都是重音 粗粗多细细细细 粗多细细 我们练的时候就把这两种节奏型 一起来练 因为它本身差别也不大 当我们手能跟上我们的嘴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就是扫的差不多了 算半熟悉了 为什么说是半熟悉呢 因为你还不能往里加歌词 加进去了手还会乱 我们下一步需要练什么呢 先不要急着唱 我们数一二三四 或者我们嘴上不数 用脚打拍的也行 等你彻底把它练熟以后 你就可以继续学习这节课的以下内容 蓝莲花这首歌 它原调是降一调的 也就是用C调的执法 变调夹夹在第三品 那么我夹到这儿呢 我唱这首歌的最后一句 我觉得它太高 我唱不上去 我就把它夹到了二品 二品三品 你们随意 加一品也可以 我们来看第一小节 是一个慢弹 三点水那个慢 也叫爬音 缓慢的把它滑下去 保持几拍呢 保持八拍 第一小节四拍 第二小节还有四拍呢 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五拍开始 就进入第二小节了 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二小节的第一拍开始唱 但是我们依然不弹 第三小节的和弦是个F和弦 再下一小节 C和弦 他这儿那个G和弦 就是用的第二种扫弦 第一拍扫两下 粗粗多细细细细 粗多细细 再往后还是G和弦 第一拍又变成一下了 天把星空的声 他这个天字 是你扫完以后的后半拍开始进唱的 千万不要一扫你就唱 天那就错了 应该是天把天 天扫完再唱 他在后半拍 天把星空的声哑 那个牙字 它是这个AM和弦 第一拍扫两下 牙 你的心了无牵挂 他这个 你的心了无牵挂 那个你 G和弦 依然是第一拍的后半拍开始唱的 你的心了无牵挂 后边这个F和弦的第一拍也是扫两下了 后边我就不再细说了 因为本身你扫一下扫两下都是对的 再往后DM和弦 还是第一拍的后半拍开始唱 穿过幽安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低头的瞬间 才发现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原 现在的舞蹈里 烂脸花 最后一个字 延长这个G和弦一小节以后 然后下边开始弹尖奏 我在这强调一下 这个我们每小节第一拍 到底是一弹就唱 还是后半拍开始唱 你看它底下的简朴 它底下正对着的简朴 要是带休止符 也就是带那个零 证明它是从后半拍开始唱的 零代表休止符 休止符就是嘴不唱的意思 它写在简朴上的这个音 就是我们指挥我们唱的 简朴上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导致明发骚拉西 它是指挥我们唱的 和我们谈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谈是谈六线谱上那些东西 不管是分解的叉叉 还是箭头的扫弦 我后边来讲一下 这首歌的奸奏怎么弹 伪奏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很少有人去谈伪奏去 甚至有人连奸奏都不弹 我们来看奸奏的第一小节 学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有一定的基础了 也就是说你要认识音阶 你现在连音阶还不认识呢 我前面讲音阶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或者练两下又忘了 这会你在学前奏奸奏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吃力了 第一小节第一拍 So La 三弦空弦 三弦的二品 So La Do Re Do在二弦一品 Re在二弦三品 后边是个滑弦 Mi Re Do 是从二弦三品滑到了二弦五品 至于这个到底为什么是Me 你通过我前面讲十二平均率 就应该知道了 Re和Me插的是全音 只要是全音它就是Me 二弦的五品和第一弦的空弦的声音 是一样的 So La Do Re Be Re Do 然后后边是个F和弦 我们不要按谱上弹 按谱上这个弹的你费劲 多数人也不这么弹 我找了找这个谱 没有找到完全就跟我弹的一样的 这儿呢出入也不大 它是用只弹的形式来弹的这两个音 F和弦的六弦和二弦 我们不这样 我们扫一下就行了 我们就把它当作我们今天学这个第一种扫弦 F 你要按不了这个大F呢 你就按小F 小F呢 我们前面弹唱也是同样道理 你就从四弦开始扫 或者你扫着五弦也没事 因为五弦也是F和弦的音 虽然它是空弦 F和弦是发拉刀 那六弦不就是拉吗 有的和弦图上呢 它把这根弦给打上叉了 其实是不对的 它这个叉呢 并不是你坚决不能弹 不能扫的意思 就是不建议你去扫它 为了防止我们扫到第六弦 六弦是你绝对不能弹的 因为它不是这个和弦的音 我们左手的大拇指在这儿 一拐弯就把它给摸住了 它就不响了 来F和弦 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下上 再下一小节C和弦 第一拍的前半拍是个扫 后半拍是个基弦 C和弦的时候呢 我扫的是粗弦 它这个基弦 基的是三弦 有空弦 然后基打到二品上面 是扫拉的声音 扫拉 扫拉 托托 第二拍是托 托 第三拍和第四拍是 这个托 从二弦的三品 一直滑到五品 滑成咪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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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了 用食指直接就够住了 这个一弦的三品了 托 然后用你的食指 往前错一下 按住二弦的三品 然后把小拇指的二弦 松开 我再弹一下第三拍和第四拍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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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这一小节是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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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小节 是个记和弦 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下下上 我们这里边怎么把它连起来呢 刚才我们弹那个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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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托呢 它是一个半拍 托 托 弹响以后 马上你就用你的中指 去按住 因为中指足够长嘛 去按住六弦的三品 然后呢 手指头斜着过去 用你这个中指的指度碰住这个五弦 不让它响 这会儿你扫弦的时候呢 只要你从六扫到三 它都是即和弦的声音 不让第五弦响 因为第五弦应该是按下去的 但是我们来不及 为了赶时间 我们不让第五弦响 只按住一个六弦的三品就够了 同时呢 四弦和三弦的空弦就是即和弦的声音 哎 我们扫一下粗弦 然后紧跟着 我们就把它按标准松开手 按成即和弦 开始弹第二拍 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 哎 我再连一下 看一下 再下一小节 还是这个即和弦 不标和弦就代表这个和弦和前面的和弦是一样的 第一拍的前半拍 先是扫一下 咪是滑上去的 小拇指按住二弦三品以后 滑上去的 滑到第五品 然后后边还有个 是又滑回来了 不用再弹了 再往后是个AM和弦 我再重复一遍 再往后还是即和弦 他这个第三拍这个 拉也是三弦的空弦 然后击打三弦二品 击出来了 他后边这个F和弦的扫弦 是第一拍扫两下 你扫一下两下都对 我完整的弹一遍 这段奸奏弹完以后 后边是个BM和弦 唱法和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自己看谱弹就行了